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呢,我主要来讲 台湾的自由民主 是多么的好 对于那些艺人而言 台湾的明星而言 那真的太好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们在台湾 可以用台胞的身份进入中国赚钱 赚了钱呢 这个是能赚到钱的就最好 赚不到钱了就打包回来嘛 如果他赚到钱了,继续赚 继续说自己是中国人 继续唱什么浓的出来 继续唱各种啊 各种肉麻的话 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台湾朋友们,台湾观众讲 所有进入中国市场 发展的 台湾的艺人 他们都要签字的 签什么字呢 我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 不可神圣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周恩 不不不走来 从周杰伦 到王力宏 再到什么黑人啊 什么大S小S啊 就台湾的这些明星里 不管是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 还是十八线的 所有 他们都要签字的 所以说 通过这个就能看出来 但是呢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台湾也不能说 你不准去中国赚钱 你不准了 这就充分反映出什么 自由民主 是多么的好 想象一下 如果啊 如果台湾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说这王力宏现在往哪跑 只能往美国跑了 但是不一定 现在不一定 美国飞机不一定有这航班啊 他夸击一出事 跑台湾了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 台湾好了 当然台湾也是他的国家 因为他有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嘛 他是中华民国国民嘛 他也是美国公民 但从这个时候 他就能知道 台湾去他 去台湾 跑 平时他们住在北京赚钱 一出事了 跑台湾了 平时一说自己就有中国人 中国人 哎呀 全是中国人 不分啊 我们都有中国人 一出事情 密码跑到台湾 就叫 没事 中国人 出事 就是台湾人了 就 这些人呢 其实我说实在话 台湾许多明星 包括香港的许多明星 我 我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喜欢了 现在 我反而喜欢马来西亚的一个明星 黄明志 他唱了玻璃心 我反而喜欢他了 像台湾 不管台湾还是香港 香港这些明星啊 你像刘德华 啊 还有陈彦 还有陈彦啊 陈彦就别提的 真的太共产党的走狗 我想 香港还有周仙慈 周仁发 你看看他们这么多人了 有哪个香港明星 站出来 为香港人说话的 你们当年发财 八九十年代 谁买你的票 你红了 你不管你是周仙慈 还是周仁发 还是 陈彤 谁买你的票 不就是香港市民吗 当时海外市场 那就是台湾市场吧 把你炒红起来了 现在香港 香港有难了 你说句话都不说了 台湾 香港好多明星 就这还到中国大陆 开演唱会 啊 就支持共产党 唱红歌了 恶心 真的是恶心 台湾也台湾也是 台湾 最著名的 黄安 黄安这个人呢 唱了一个叫 新鸳鸯蝴蝶梦 那歌唱哪 倒是还可以 啊 什么新鸳 那那个掉了 怎么来了 我忘记了 啊 就大概那个意思吧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啊 那是另外一首歌 那是另外一首 你看他天天举白 哎呀 武统台湾 你看台湾人到中国大陆 举白说要武统台湾 还有这种呢 回来立马就判刑 直接枪毙了 算了 但是台湾呢 又是因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是个自由的国家 你管不了他 而且台湾更夸张的是 台湾的退役的军远 到中国大陆 到中国大陆到北京 接受习近平的接见吧 按照这应该军阀处置了 这属于投敌了 结果台湾呢 对他的处罚最多就是 免去他的退休奉 养老金 相当于 就不给他养老金了 这叫什么处罚 台湾法律必须要改下 你没有经过台湾政府的同意 你这些前政府高官 或者退役的军人 尤其是军官啊 你要擅自到中国大陆 接受习近平接见 那就回到台湾 立马枪毙 不存在的什么别的 说什么 给你辩解 辩解什么 就地枪决 就完了 这已经属于 叛徒了 这还有什么话讲 现在我看新闻说 共产党的间谍渗透 已经开始渗透到 台湾的总统府 就是蔡英文周围那些保安 都快被共产党渗透了 我说你台湾也太危险了吧 但是总体谣言啊 我想说了 台湾的自由民主啊 对于这些艺人谣言 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你啊 他们 他们的一个 一出什么事情 就有地方跑 香港的艺人就不行了 香港现在一出什么事情 如果他往香港跑 那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 那跟美跑没什么区别 还是 你要抓你 还是可以抓你 抓你回来嘛 只不定到了香港 判你的刑还更重 因为香港 它那个国安法 可以判你无期徒刑 你们看一天 他是可以因言获罪的 比如说你发一个Facebook 你说你要支持香港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判刑 判个几年 不管你是谁 通过这个呢 也能感受台湾的自由民主 真的是很好 华人世界啊 仅存的 一片自由的净土 这在四五十年前 台湾叫做 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大陆对岸叫做沦陷区 现在我一想 太对了 太对了 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对了 对岸完全是沦陷区啊 你包括罗志祥这些人 你在中国的话 搞不好你就被警察给抓了 你有没有偷罪偷罪啊 你就是因为在台湾 这个地方 这个岛 给你一个活动空间啊 你要不然在中国大陆 在上海 在北京 早就把你给绊了 你还天天得不得 你还在这里 还跳舞 还唱歌 天 自由民主好不好 在中国你被审判 随随便便 就把你抓进清晨病院了 你在台湾 台湾警察抓你 还得有证据 法院要判 法庭是判决 按证据来判决 所以说这些艺人 为什么他不怕台湾啊 就是说 他躲台湾去啊 他知道 因为他艺人有钱嘛 他知道 如果我遇到事情呢 我会通过法律 我请律师 我有法律来保卫我 他在中国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王力宏 立马坐飞机 当晚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 在中国 请律师是没有用的 只要警察把你一抓 那就完了 跟王力宏更早之前呢 有一个人 也是一个加拿大籍吧 但他是在中国广州出生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有点忘记了 那个人也是一个流量嘛 他叫流量明星 结果 涉嫌 嫖娃娼 直接就被抓了 没有声音了 没了 到现在这人都没了 说你有罪 就是有罪嘛 说你没罪 那你就是没罪 你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我相信大家 我希望大家 去思考一下 通过王力宏这个事件 包括台湾的许多艺人 你感受一下 台湾的民主是多么的好 真 太棒了 OK 拜拜